你好啊 我是翁翁 今天是翁翁陪你吃午餐的第四集 我們今天要玩的遊戲是這個Poly Bridge 就是巨橋 要建造一座橋 評分還蠻高的4.9顆星 然後有超過50萬次的下載 只要31塊還蠻便宜的 是由這個乾仙人掌 Dry calculus的公司製作的 他有好幾個遊戲跟成就 然後我們要去建造橋樑 讓車子可以從A點到B點 大家評論都還不錯 那我們就來玩玩看 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翁翁的頻道 這個企劃是在每週二的中午12點 都會選一款遊戲來玩給大家看 陪大家吃午餐 那我們就開始來玩吧 你好 歡迎來到建造橋樑的歡樂天地 首先我們必須在水面上方蓋一條道路 連接兩個固定節點就可以蓋一條 這樣嘛 現在開始模擬 然後他就可以過去了 還有預算限制 符合預算且承受壓力會超過100% 那這個呢 兩個固定節點是什麼意思 哇 失敗了 車子太重了 選擇如下選 哦可以選材質 加點支撐 哦 給他一個 我不確定這個叫做什麼 偷偷查一下 哦他有好多種專有名詞 剛剛那個應該算是資作 如果我說錯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糾正 因為我們不是學這個橋專業的 連接兩個固定節點 就可以蓋一條道路 選擇木材 建立能把重 哦 這個的用意是為了要平均整個橋支撐他的重量 這樣就比較 哇 嘿 比較 結果還是倒了 選擇所思的 接點移動工具 調整接點位置 以符合輪廓 哎呀超過預算了 你最高能以超過 預算50%的費用蓋一座橋 我們換個設計方式試試看 這個 這樣 選擇木材 需要一座拱橋 又便宜又堅固 為什麼 用拱橋就可以啊 完蛋了 我怎麼覺得封面會卡關 先蓋一個道路 然後 連接鎖式的接點 選擇鋼鎖 哇 完全不懂他在幹嘛了 為什麼要用這個 這比較便宜嗎 還算 牢固吧 可以建造開河橋了 中間的紅色框就是船會通過的位置 然後呢 選擇木材 用這個奇怪的東西 他如果沒有提示 我怎麼知道要怎麼弄 選擇如下顯示的抑壓系統 抑壓系統 喔 我大概懂了 他要讓橋可以這樣往上升起來 還可以這樣 點結兩次節點 建立分割節點 車子可以過 然後橋也可以打開 好難的感覺喔 車子有動過 下一關 有時候材料 還有這種的喔 用肥的是嗎 用木材 用木材 繩索喔 蛤 不是 你不是叫我這樣 你弄錯了 點擊復原移除繩索 換一條承受獎勵的新繩索 這邊喔 這邊喔 哎呀 這種道路有夠恐怖耶 在遊戲裡是還好 但是 材料木材七千 開始是一台車子要過而已 他們就蓋一個道路 然後 給他兩個小支撐 因為這裡沒有東西可以撐 看他可以 可不可以過去 哇哩哩 完全沒有概念 你弄錯了什麼喔 他是Bug嗎 點什麼復原 他在講什麼東西 他現在又沒有在教我 喔可以這樣喔 這樣有支撐力嗎 喔 喔 簡單啦 Online status 這是什麼東西 有兩台車要過是嗎 這樣可以嗎 哇 好不穩 好不穩 你 你壞掉了 你不要在那邊 亂講話 要怎麼弄 這樣 這樣肯定也不行啊 我覺得這樣肯定也不行 這樣肯定也不行 這樣肯定也不行 要怎麼樣才能 讓他比較穩 要這麼多支架嗎 道路是一定要的嘛 然後 現在就是看著木側 要怎麼讓他穩固 這是什麼 自動繪圖 這是可行的嗎 不行 還不穩 要怎麼弄 沒有其他材料啦 這樣 好不穩 好難喔 那 這樣是可以的嗎 承受不了那麼重 要怎麼弄 對橋的姿勢太太薄弱了 最主要是 再來我只有木板嘛 所以我一定要想辦法給他支撐住 在水面下 在水面下 想想看喔 想想看喔 這樣是可以過的 而且很穩固 所以 覺得可以把一些什麼移除掉 他這個三角畫有點礙事 先弄在水面上 然後 這裡弄一個 這裡弄一個 看這樣的承受能力 是 好像一直弄這種的 如果 再給他加這樣 還是不行 不知道咧 是不是要看個什麼 橋樑蓋潤之類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很 很棒的結構了 莫名的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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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應該簡單一點吧 這有兩個 可以支撐 這樣 哇 不穩不穩不穩 差一點 再加固 阿豬哥好討厭喔 要擋到我的畫面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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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總穩一點了吧 沒問題啦 簡單啦 這個是什麼 巴士喔 巴士要這樣上去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而且還沒有可以支撐的那個東西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這樣可以嗎 要怎麼搞咧 這樣可以 那重點就是這木板要怎麼弄 要怎麼弄咧 有沒有人可以教我要怎麼蓋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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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可以講簡單一點 重點是他這樣 重點是他這樣 他的支撐力是從 左右來的吧 因為到中間 對左邊跟右邊而已 都是最遠的 到最左邊還可以靠左邊的力量 可以靠左邊多拉 幾根木頭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還是不行 哇 真的好沒概念喔 我弄呢 破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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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啥 是為什麼 我會想要 我會想要 比較順順的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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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木頭 木頭 這樣 這樣 呢 喔 不行 呃啊 能不能分攤 能不能分攤 超過一點點 喔 嘿嘿 成功 這又是什麼 這麼遠 太遠了 什麼意思 啊就是這麼遠 然後 先弄這邊 讓他可以平均 跟 分攤那個橋的 動量 右邊先不管 我們先左邊的 這樣能過嗎 可以 開車了 這裡要修一下 這樣應該可以 這樣應該可以 這樣可以嗎 這樣看看 哇 為什麼 哇 好不堅固 我 為什麼這樣不行 為什麼這樣不行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那 右邊 右邊 不行 右邊 要怎麼弄 完美 可以過吧 完美 水啦 簡單 我們這部影片 就玩到這裡啦 我覺得這個遊戲還不錯 雖然一開始會有點挫折感 感覺沒什麼概念 就都不太會玩 不過慢慢玩還是會抓到自己的感 有時候暴力硬解 就感覺還蠻有成就感的 還蠻有成就感的 那如果要評分的話 我覺得 可能我大概 滿分10分 我給他7分吧 這7分指的是 對大部分的玩家而言 當然如果你對建造橋樑特別有愛的話 這遊戲可能有到9分之類的 我不太確定 因為 最主要就是 因為我比較少玩這種橋樑的遊戲 然後 就感覺 上手 沒有那麼簡單 會比較容易有挫折感 就 有時候可能你玩一玩就會 不想玩的之類的 但是 還是很 還是很不錯啦 我覺得 可以動動腦 如果大家還有建議什麼樣的遊戲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點個喜歡 覺得影片內容實用 歡迎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也不要忘記訂閱這個頻道 也歡迎大家來我的Discord粉絲團玩 我是汪汪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